她妈妈一看她跑到水边了 也不敢大声叫她 叫她害怕她一慌的话会掉下去 没想到她那个动作是 小孩子之间她自己给跳进去了 我带她游过几次游 她应该不怎么怕水 就应该是她以为是给自己 还给以前玩的那种 我还以为是孩子就是在旁边 扎石头那样 然后我一回头我一看 被小孩跳进去了 当时呢我一看到两条腿在上面 也没铺鸡那么多 当时就想着把孩子干净 孩子能少在水里 少在一秒也是一秒 非常感谢赵先生 这种建议永远的 也希望其他家长朋友 在外出游玩的时候 特别注意自己的小孩子 不要再发生这种类似的事情了 是因为这种类似的事情 是因为这种新的图局 是因为这种旅程的 都会发生了 意大利的事情 感谢观看